東京奧運究竟辦不辦的城 全球依然關注 而主辦單位就在二十一號 公開測試了奧運專用的篩檢站 篩檢站分成了多個入口 門口有專人幫入場的觀眾量體溫 也會進行隨身行李的檢查 最後還要通過紅外線溫度儀 和臉部辨識才可以入場 東京奧運因為新冠病毒的疫情 導致必須延後一年開賽 而日本首相菅義偉日前也表示 無論如何都要辦成 顯示日本舉辦這一場奧運的強烈意願